主席 主席好 大家好 我們先請那個副主委 賀才的副主委 副主委請 委員長 副主委長 副主委請教一下 這個能源的計畫 應該是開源跟節流 那我們台灣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將來要走向非核家園 副主委你的信心度是說 我們什麼時候開發到可以足夠 負責我們的核能全部都廢掉 那我們台灣還可以有足夠的能源 這個部分副主委的想法是怎麼樣 報告委員 從第一期的成果來看的話 我們各種能源形式的組合 來做這個未來的非核的可能性是存在 技術上是存在的 但是我剛才也向一些媒體朋友說明 在實際上面的思維 包括民間投資 政府投資 這是一個還有電價問題 我想這都是政治經濟上面的 實際上的決策問題 所以這部分政策問題 它沒有辦法在這個科技計畫裡面 去代為擬定甚至管理執行 所以這裡 所以副主委也沒有辦法有時間表 報告委員 從這個計畫來說 我沒有辦法做這個預設 那國科會應該跟經濟部有一個共識嘛 對不對 對 這事情 能源政策我想主要是經濟部在主管 所以我們第二期呢 主要是強調在產業的落實 和能源政策的制定上面 因此請這個經濟部 副主事長 副主事長請 我想你們現在兩位都在正好可以協調嗎 沒有 什麼時候 可以給我一個時間表 就是我們台灣從經濟從能源的角度 就是我要達到非和家園 我大概有沒有時間表 呃 在呃 我們這個計畫因為只有五年計畫 大概沒辦法做到 不過我們會評估 那我之前我也對外有公開說明過 我個人的分析 我們要等到呃 這個深層地熱的國際上的技術成成熟之後 那麼再有機會引進來的話 或許呃 在我個人認為在二零五零年應該可以有機會 二零五零年啊 我那還很久呢 因為整個國際深層地熱的呃 開發成熟大概有在二零三零年之後才有可能會成熟 之前馬總統不是說二零二五還是二零三年 馬總統不是說大概什麼時候要達到非和家園嗎 呃 沒有沒有時間表 哇這個沒有時間表就很嚴重 沒有時間表那所以現在就變成說核能的問題我們就永遠沒有辦法解決 委員 因為所謂的沒有時間表是因為技術是不斷的開發跟成熟 那你一定要替代的來源之後呢才有可能 所以這個必須呃隨時會看技術 比如說我們過去現在看到了頁岩油 頁岩器或頁岩油的開發 在美國大概也花了二十幾年三十年左右時間才開發出來 之前我們在理論上都看到知道有這個東西 但是真正要能夠用還需要時間 所以美國現在頁岩原則上也不大量開發了啦 他是要把能源留在他的國內嘛 他是用外國的能源嘛 所以我們台灣目前來講有機會的 除了已經確定可以做的 包括了風力跟太陽光電以外 在深層地熱跟天然氣水和物 就是在這個部分都需要在技術 國際上技術成熟之後才有可能有機會開發 技術成熟是國科會會比經濟部還熟嘛對不對 那台灣的風力呢跟其他世界各國的風力比較呢 風力的部分我們有風場 但是因為風力在國際上已經大致成熟 所以我們可以用技術引進的方式 我要跟委員報告 我們第二期國外能源型計畫 跟第一期稍微有點不一樣 就是我們認為不一定所有的技術都要自己開發 如果國外有我們的技術 我們也可以用引進的方法 我們會比較務實的來看這件事情 那在風力的部分 因為國際上技術已經成熟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引進技術來做 但是在天然氣水和物跟深層地熱的部分 國際上都還沒有成熟的技術 好我們先講風力 那風力台灣現在是引進最新的技術 還是用舊技術 這個是因為目前的這個離岸風力 目前主導兩家是民間企業 那他們會來決定使用什麼樣的技術 因為是他們投資 對那現在技術是好還不好 次長知不知道 我們只有要求標準 譬如說我們規定他要達到世界電工協會 叫IEC 我們要求達到IEC的Type 1A 就是第一級的A級的 要達到這個標準 不管你用哪一家廠牌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要達到全世界最高的標準 因為Type 1A是比較可以抗風的 台灣有這個颱風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的風力發電的技術 到底是不是世界先進的技術 我們不是世界先進技術 那是因為民間投資的關係 那如果說我們國客會可以教他們就是說 其實民間投資很簡單嘛 就是賺錢嘛 你如果教他怎麼樣 用先進的技術又可以賺錢 他自然就用你投資嘛 這個應該是國客會的工作嘛 報告委員國客會沒有辦法教廠商如何賺錢 不是 這是技術嘛 現在我們台灣的風力發電 是不是風太大 他要關引擎 報告委員其實風力發電 基本的這個技術是存在的 現在台灣的技術啦 風太大的時候是不是馬達要關起來 這些技術我們都可以掌握得到 那國外是不是不用了 有沒有這個技術 是這些 這個技術的應用現在目前國外有沒有 這些獨特的風力情境的技術 國內我們也研究到相當一個程度 但是我想真正的瓶頸是重大的投資 那麼如果他的獲益 不夠好的話廠商很難投資 對啦那個副主委就是 現在同樣一個風力發電嘛 國外人家成本比較低 效率比較高嘛 我們現在的風力發電是成本 一基風力發電 比人多很多嘛 然後呢他的效率又是 風太大 貿打要關起來 風太小不足發電嘛 那這個應該是國客會的專業啊 國客會是不是可以去找一個 就是說其實他廠商會投資 成本更高效率更低他都會投資了 你如果可以告訴他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 為什麼他不用 發委員如果是世界上已經有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技術 那其實直接廠商購買來商轉也是可以的 但是購買的技術並不等於他達到商轉的條件 因為這涉及到投資跟效益的問題 當然啦 這個所以我就說其實 國家做的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這裡嘛 要不然國家要做什麼事 國家就在協助就是說 要怎麼樣來幫助民間 怎麼樣讓我們政府的能源可以更足夠 這個不是經濟部跟能源 跟我們國客會在協助的 要不然我們要找誰來協助 我來跟委員報告 我們目前協助離岸風力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說他在初期現在還不確定的時候 我們來協助給他一些風險的分攤 所以最早的兩家來做的話 我們每一家是給兩億的補助 讓他先去在高風險的時候有些分攤 但是後續的他可能要做三十支四十支 那要他自己來投資 同時我們幫他做什麼 我們幫他做去籌組國內的業者 因為風力發電他需要 我想次長這個我們就不用解釋那麼多了 我請次長請國客會 研究一下 我剛剛講的這個對不對 如果對的話 經濟部要怎麼樣去提倡 怎麼樣讓我們能源提升 怎麼樣讓我們更多的廠商願意投入 我們能源自然就會增加了嘛 好那我想這個就是大的政策跟方向 就是我們國家經濟部 國客會來協助主導 不然民間誰還會做這個 民間的研究能力難道有誰 比我們國客會還強嗎 我們在第二期的國外型計畫的風力發電的部分 是包括這一塊協助業者投資的部分 這個有沒有規劃 有 有規劃 風力發電的規劃送一份給我好不好 好 那另外那個生殖能源 生殖能源我們有沒有在做 生殖能源台灣是比較沒有潛力的 那生殖能源現在對於電力的貢獻度蠻高的是 因為我們過去在這個焚化爐的部分 我們有很多發電的部分 但是長期來講我們生殖能的部分 我們因為我們沒有原料 所以我們部分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是維持一些技術的提升跟開發 大規模的投資在我們第二期裡面沒有規劃 生殖能源如果加一點點那個什麼 中鋁殼啦 玉米殼啦 稻殼啦 這些農業剩餘物 這個會不會提升它燃燒的效率 這個詳細的技術部分 我不確定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的農業廢棄物 副主委知不知道 就是這個有沒有幫助 有一些幫助 但如同市長講的 國內發展生殖能源最大的困難是 我們可能沒有足夠的這個原料 有沒有足夠的原料 您知道那個 農業廢棄物 剩餘物進口關稅要多少嗎 我借我不了解 20% 好 您知道木屑的進口關稅要多少嗎 我借我不了解 0% 所以其實我們國家要去推動 就是說現在台電齁 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公司啦 就是說他們在燃燒這個煤炭的時候 現在加入的大部分都是木屑 那全國的工業區 這個經濟部有在協助啊 工業區有在協助 就是他們如果加 就是一些 那個中鯉殼啦 或者是相關的 稻殼玉米殼等等這些東西的話 可以提升他們燃燒的效率 啊這個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是在關稅 啊這個部分如果說關稅問題可以解決的話 你不要把它當作廢棄物 它進來對我們來講是有用的東西 就跟木屑一樣它進來是有用的東西 這個部分如果可以解決 事實上我們的生殖原料 就可以大幅的提高 那我們的燃燒效率就可以大幅的提高 我們能源就可以大幅的提高 像這樣子其實 真正要為台灣解決這個能源的問題 我是建議就是說我們的 國客會跟經濟部 是不是就是說針對這樣子一個 能源不要只是節流啦 節流實在是入不敷出啦 我們要怎麼樣去開源 好那像這個配報 是不是國家應該有個 你們兩個應該很清楚才對啊 這個部分我們會請能源局來了解 因為這後續的協調 我們會找這個財政部 農委會跟環保署呢 我們會來做進一步的了解跟協調 好我想這個部分是不是 經濟部來負責 因為你要丟給農委會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因為對他來講 能源政策是經濟部的事嘛 那是不是經濟部應該去研發這樣子一個 真的是對國家能源有幫助的 這樣才是解決我們國家的問題 好是不是這個部分請經濟部來主導 然後可以給我一個結果好不好 好這樣我們有具體 真的對我們的 基本的工業區 基本的能源提升有幫助 這才有意義 好那這個麻煩經濟部主導 好那一個月之內 可以給我一個 將來的方向怎麼走 讓我知道了 好謝謝 好那就是這些資料 然後風力發電的資料 好然後生殖能源怎麼樣 提升我們的燃燒效力的 好這樣子的方向 謝謝领委院謝謝 好請經濟部給我資料 好謝謝好 感谢观看